今天講講幾件香港的新聞 對我來說,很有回憶的價值 在你們來說,香港的網友覺得怎樣 兩件事都可以說是跟旅遊有關 第一件事,前個禮拜多點看到報紙 就說Genting的旅遊渡輪公司要倒閉 在香港來說,是香港的 坐郵輪的公司 他有幾條Line,我就坐過他的Star Cruises 可以說一句 這個是我第一次,我記得是2014年 是坐遊船 是真是第一次 那時候我回香港 有一個星期 上去,我都不記得是甚麼號 在台灣 在香港出發 在台灣繞一個圈 很多城市都落過 很享受 聽見新聞,就說他要清盤 真的覺得很可惜 那次是第一次坐遊船 那次船不是很大的 比起甚麼Candefal 比起甚麼Norvigian 那些是更加大 但是我反而喜歡 不是那麼大的 我想過好像Diamond Princess 那些 三、四千、五千人 真是 排隊去吃晚飯 真是 真是很糟糕 而且那些 大的Cruise Line 不是說他的東西不好吃 而是他的東西 是很樣本化 Specialty restaurant 都好樣本化 不是說 Genteng的 Star Cruises 不是 但是 可能是因為香港的公司 所以口味 是不錯的 還有那些show 小小的 可以 認識人 聊天 是一個很享受的 一個星期 很可惜 Genteng現在就清盤 還有 為甚麼 在Genteng 為甚麼有回憶價值 我一上船 那時甚麼都不認識 這是第一次 有人招呼 帶我們進 那間房 真的很漂亮 算是這樣的 然後 後來 他們還要請我 有一晚 sit at captain's table 那時候 不是人都被人請 是 captain's table 我第一次上船 我甚麼都不認識 想不想坐 captain's table 我說好啊 後來 我問一下 那天 在船上 那些人 帶隊 那些 到底是 captain's table 是甚麼 你經常游船好嗎? 不是,這次是第一次 你買了很多籌碼? 不是,我不賭錢 我沒有買過他的籌碼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被他抽中也好 真是很享受 還有船不是太大 到處走走走走是很舒服 吃東西也很好 而將來那些船長大幾倍 但是真的煩很多 現在疫情,一千幾百人或幾千人混在船上 風險是很大,尤其是疫症 這些旅遊業,真的傷害很大 不知道還有哪一間,會繼續搞不定 這個是很悲哀的事情 一個這麼好的服務 這樣就沒有了 另外一個也是旅遊 在香港有50年歷史的星神旅遊 Morning Star 在香港也很大 也說要清盤 很久以前,就算我還沒來加拿大之前 已經在香港有做 也是光顧過他 真的覺得很可惜 因為疫情這麼久 我也可以說 不是說那些人,我不知道 離開香港這麼久,就不太懂 那些是他們怎樣工作 但無論如何都好 即是,不是說是否真的經營不善 亂來 做了50年,如果是經營不善 已經結束了 很久以前已經結束了 但也不是的 但是這樣來 因為這兩年的疫情 導致整個行業 是沒有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回生 真的 像鹹魚般回生 難道 是很可惜的 因為不單止是 很多萬人的飯碗問題 這當然是十分重要 這麼多人 無論你是做 右船 或者是做大團 或者是賣機票 也好 這樣來 搞到 這麼多的行業連累 都這樣搞不住 而且 不是說 因為那些經營的人 做生意做得不好 即是 真的不關他們的事 真的 這樣來 搞到 這麼火 這麼多人 是沒有了飯碗 還要是 農曆新年 之前那幾個禮拜 搞單 這樣的事情 是 很悲哀 很悲哀的一件事 那 也說 小去的 都小去 真是 目不忍睹 不應該發生的事 就發生了 只可以作一個回憶 今天小小的 就是講到這麼多